- 只要进了娱乐圈就会有很多的身不由己 别想着有可能会成为一个特别 不被童话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有多红就有多黑 这是娱乐圈根骨不变的定论 圈内顶流是更多人关注的一个点 虽然一直都在换 但是哪些艺人能够在那个位置走到那个位置 就意味着要承受更多的直指点点 王一博不是流量最高的那一个 但是却是顶流之一 最近得到了人民网的点名表扬 王一博和很多艺人一样 在走花路的同时 自己心中的那份感恩和爱也在不断的放大 公益不分大小 但是他也在尽力而为之 在走红之后 王一博终于有能力 可以把公益事业给越做越大了 所以我们看到了他发起了很多的公益项目 在前不久的儿童节的当天 王一博也与景博然发起的轻松画出爱的活动 为更多的孩子送去了最好的礼物 如此正能量的事情自然被更多的人看到了 很快人民网就点名表扬了王一博和景博然 官媒的点名表扬对于王一博而言 已经有过很多次了 一早就被贴上了正能量偶像的标签 在很多公益活动公益节目当中 王一博都有幸成为了嘉宾 这是一种莫大的认可 然而王一博在得到更多支持的同时 也引来了更多的抹黑与诋毁 王一博的资源越来越好 本来就遭到人妒忌了 这是饭圈一直以来的现象 毕竟资源都是有限的 王一博好资源接到手软 自然就会碰到别人的利益了 对不对 所以在过去的这段时间 王一博一博的抹黑的诋毁的声音 从未间断过 最近更是越演越烈 从王一博策划在十几个小时内 疯狂涨粉的那一刻开始 就已经朽到了阴谋的味道 毕竟数据可疑 王一博的粉丝并没有上涨 反而抄化粉丝涨得吓人 又都是一些新账号 太像是娱乐圈的常规抹黑操作 就是养号了 虽然不知道这一次黑子 前来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但是有一点咱们可以确定的事情 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果不其然 这才没几天 某区就出现了一大批 关于王一博的诋毁声 要多难听就有多难听 毕竟黑子虽然千千万 但是丑恶的嘴脸却是复制粘贴 各种所谓的料都拿了出来 曾经被多次反锤的料 如今又可以兴风作浪 骗一骗更多的人了 面对这一切 王一博的粉丝 很多家的粉丝一样 也是什么人都有 有人不看 不听 不下场 也有人被带节奏 然而同样是面对这一些 王一博却依旧保持无感 从未给这些消息任何画面 在黑子恩卯足了劲 来抹黑王一博的时候 他在忙于工作 他在做着公益 他在接受着诸如人民网 这样的官媒的电灵表扬 虽然年纪小吧 但是却出到五年多了 经历过许多次的大行我黑 可以说 诋回声从未停止 但是王一博的无感 就是最好的回击 你们且随便说啊 我还是做我的 这是王一博无感的表现 果然少说多做 才是他格外迷人的地方